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县法学会理事长 徐庆雄教授 平安 各位观众朋友 主持人蔡教授 大家好 各位观众 我们这个礼拜将接续上个礼拜 徐庆雄教授有带着我们观众引导我们去思考 有关所谓台湾法地位的问题 跟台湾不属于中国的问题 那有强调说 这些主张台湾法地位未定 或台湾不属于中国 难道是这样是对台湾建国是有利的吗 或者换一句话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比较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另外是不是先主张台湾法地位未定之后 比较容易再来深入去举证 台湾是不属于中国的 需要事情 这些主张必须面对最大的矛盾就是 从1950年以来 经过70年来 台湾维持中华民国体制的现状 那我们一再 这个是很简单的 中华民国体制在台湾统治 台湾人民是自己愿意接受 还民主化以后还选举中华民国的 总统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总总 那怎么让台湾的地位未定 怎么让台湾说跟中国切得一干二净 跟中国完全没有关系 台湾不属于中国 甚至让台湾已经独立 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的存在 怎么会让台湾已经独立 这个就是最大的矛盾 不但是自己骗自己 国际社会也完全不了解 你们在讲什么 特别是台湾民主化以后 所修改的中华民国宪法 明明就清楚地写着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区 是中国的自由地区 怎么会让台湾跟中国没有关系 怎么会主张台湾不属于中国呢 台湾的外交政策 最近很多断交让台湾人很泄气 但是我在这里要鼓励台湾人认清事实 我们的外交政策为什么会被封杀 为什么只剩下世界上 唯不足道的几个小国 来跟我们建交维持邦交 为什么 就是我们一直主张 蒋介石时代 遗留下来的汉贼不两立的 一个中国原则 主张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台湾台北的中华民国外交部 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你们外交部官议员 难道至今天到今天为止 还要主张 你们是代表全中国合法的外交部吗 难道你们还要反攻大陆 要打倒北京的非法政权 北京的假的外交部 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外交部吗 你们还在主张这样的外交政策 怎么对得起台湾人民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外交政策 不是主张台湾或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跟对岸的中国是不同的两个国家 我们的外交部是代表 两千三百万人的外交部 我们的外交官是代表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的外交官 从来没有到今天为止还是在代表 十几亿人的中国外交部 来向国际社会想要欺骗 想要引诱一些不了解的小国 只剩下十几个来承认 我们是合法代表全中国的政府 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 你怎么能说台湾到今天地位未定 台湾不属于中国呢 所以台湾的政治人物学着专家 我们常常看到 到今天还在反对九二共事 反对一个中国 但是你自己的宪法 你自己的外交政策 明明对内对外都主张一个中国 那怎么面对自己的主张 又反对一个中国原则 那这个不是很矛盾很矛盾的自我欺骗吗 台湾人民或是所有的 那么多的舆论媒体学者专家 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到今天还弄不清楚 为什么要反对一个中国 你自己的宪法 你自己今天的外交政策 就是主张一个中国写得清清楚楚 做的一清二楚 要求全世界承认你是代表 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那你在反对什么一个中国 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在欺骗台湾人民 你看我们反对一个中国 欺骗一些不太了解状况的 独派组织的运动或领导者 你看我们反对一个中国 但是事实上你有能力改变 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个中国 你有能力改变你目前的外交部的 一个中国的外交政策 你不去做 但是只讲一些风凉话 你看我们反对一个中国 你看我们支持台湾独立建国 对内来欺骗 还弄不太清楚状况的一些独派组织或人事 那这个是我觉得很荒谬 而且为什么弄不清楚的一个很大的 可能是21世纪最大的一个诈骗 为什么大家弄不清楚 很奇怪 维持现状或许就是维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因为维持了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然后用这个来确保跟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跟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个关联性 那我们延续这个话题 我们再来谈到说 刚刚请薛老师 可不可以来解释一下台湾法地位未定 来跟台湾不属于中国之间的连接性 是不是先主张未定了 再来就可以比较容易去证明说台湾不属于中国 这些学者专家们的思考逻辑是不是如此 我想上述的因素 再加上台湾人如果都相信 70年来台湾继续维持中华民国体制的 一宗宪法一宗外交政策 台湾还是可以立位未定 还是可以像一些学者专家所主张的 台湾不属于中国 最后甚至还因为未定 因为台湾不属于中国 所以直接化等号 说台湾已经独立 那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主张 国际社会有承认吗 这些主张可以这样一直乱化等号 导出台湾已经是独立国家吗 所以维持现状的中华民国 台湾人已经感觉非常安全安定 因为维持现状的中华民国体制 我们不必去动它 不必去理会它 我们就继续维持现状 这样我们台湾就是国家 世界各国 美日欧洲主要大国都不承认 也不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 没有关系 继续安定安全就好 完全没有危机感 维持现状还可以延伸出 台湾已经是独立国家 那台湾还需要独立建国运动吗 当然是会对台湾的独立建国运动 或台湾人民决行 了解到今天台湾还没有独立 必须要站起来宣布独立 建立自己的国家 当然会形成很大的阻碍 这样的主张 对台湾建国的急迫性 需要性就变成不存在 没有急迫性 我们已经成为国家了 当然会阻碍台湾的建国 建国运动的正当性 合法性还有急迫性 就很难得到认同支持 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 胡乱的话等号 台湾已经独立 我们不需要再独立建国 让民意调查很明显的显示出 支持台湾独立建国的是傻瓜 民意调查比例当然越来越少 有一天甚至降到 个位数 个位数 为什么 因为已经独立了 还要你们这些人 还在那边要宣布独立 要独立建国运动 那不是很荒谬吗 但是这个是台湾内部 自己在骗自己 在国际社会有吗 请你举出哪一个国家 或是国际社会哪一个组织 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 甚至连要拿一百万美金 捐给世界卫生组织 人家都不敢收你这个假的中国钞票 因为你的钞票是 尾中国尾钞 一百万美金 结果是中华民国的钞票 我们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 不敢收 为什么台湾人民变成这样的 委屈求全 这样的没有尊严 要送钱给国际社会 竟然没有人敢收 所以台湾地位未定 台湾不属于中国 事实上甚至主张 是军事占领 自己台湾人民组成的军队 非法军事占领台湾 这样的一些主张 还继续在台湾存在 那结果只是证明 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 跟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政府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变成是国际社会 大家都摇头无可奈何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70年来 台湾人自己接受的 各国到今天 当然无法来说 什么是非法军事占领 什么是台湾地位未定 为什么台湾不属于中国 但是你们的对内对外的政策 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的政府 都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这些都必须有历史事实证据 法律来说明 才能证明 为什么台湾不属于中国 台湾地位未定 对台湾的独立建国运动有利 已经二十多年来被这样的理论 主导台湾的独立建国运动 但是到今天 有没有解决台湾还没有独立的问题 有没有解决国际社会认定 台湾人自己要变成中国一部分的 这些问题 完全没有 那这些 意为为定 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主张 变成是 毫没有意义 毫无意义的主张 最重要的是你没有讲出 你要独立建国 那主张这些有什么意义 我就完全弄不清楚 让徐老师谈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台湾人 并没有勇敢的站出来主张 那这边请可可可 请徐老师 假设一个假设性的一个问题 万一真的 台湾法定未定了 或者说台湾不属于中国 被国际社会来确定 我们一个假设性 假设性 让他们死心 那尽管是如此 台湾建国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徐老师姐 我有机会 在私底下场合 因为在公开场合 我很不愿意 跟他们 这样的争论 让大家下不了台湾 私底下我也常常讲 你主张 你们主张台湾第二位定 主张台湾不属于中国 好万一确定以后 结果 你们怎么样处理 台湾独立建国的问题 是要主动来争取 我们台湾人民 终于有权 因为台湾不属于中国 因为台湾第二位定 所以我们要继续 怎么样呢 结果就有很多嘛 对不对 要继续维持现状 我们维持现状就好 台湾不属于中国 台湾已经独立 继续维持中华民国 是在台湾是国家的现状 那台湾可以独立建国吗 二十多年来 从解缘以后到今天 这样的主张 能得到国际社会支持吗 结果还是一样 回到原点 你还是要表明 要废弃中华民国的宪法体制 要改变一个中国的外交政策 要宣布独立 要制定台湾宪法 要用台湾的名义 用国家的身份 来申请加入联合国 才能完成建国 独立建国的大一 这些人当然也无话可说 因为最后还是要回到原点 台湾人民宣布独立 建立国家的意志 是最重要的 即使确定了这些 还是要最后的原点 所以台湾要建国 不需要先证明 台湾地位为定 台湾属不属于中国 世界各国的历史 也都一再地明确指出 没有任何国家 要地位为定 或不属于哪一国 才能宣布独立 所以希望大家 深思 不要再争论 时间点已经过去的地位为定 在50年代还可以 今天 主张这样的为定论 是不符合时代的现状 也不要再强调 有没有属于中国 因为你自己的宪法 台湾自己的外交政策 就是主张台湾属于中国 我们在主张台湾不属于中国 是跟自己的现状矛盾的 1996年选总统到今天所形成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独立 台湾已经独立 名叫中华民国 如果可以有效 台湾已经独立 那请举出国际社会 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国际组织 支持这样的台湾已经独立 名叫中华民国 可行吗 我们刚刚讲过 人捐钱给世界卫生组织 人家都不敢不收 邦交国越来越少 为什么 你要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的外交政策 就是阻扰台湾成为国家的状况 中国继续可以向国际社会宣誓 它要逼台湾来投降 来完成中国的统一 可以继续的用军机军舰绕着台湾岛 在那边宣誓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台湾岛 台湾能讲出什么话呢 能有什么样反制的效果吗 没有 所以可见台湾已经独立 名叫中华民国 维持现状就是独立 是一个很大的自我欺骗 自己骗自己的一个错误的主张 大家必须要决心 来走正正当当 能独立建国的这一条路 是 虚老师刚语众欣赏 让我想到说 台湾独立运动的发展将近了二三十年 那这二三十年当中我们也政党轮替 民进党也取得政权了两次 台湾也政党轮替了几次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二三十年 风风雨雨还是在原点 台湾并没有真正独立 或者是说中华民国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 那这一点必须要值得我们来深思 来熟虑来讨论 来探讨说虚老师都谈到的 那所谓的维持现状它到底是什么 或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为什么台湾是属于中国 这不是我们的主张 是台湾大多数人的主张 那接下来呢 老师我想要再请教您 因为您曾经大声疾呼说 不要维持现状 因为维持现状呢 就会让台湾属于中国 那您可不可以在不厌其反的 告诉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为什么维持现状台湾就会属于中国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说 当我们在谈论中国取得台湾主权的时候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属于中国 它也有很多的争论 那需要是可不可以 那到底它的真相跟这个真理 到底学理是如何 需要事情 我想下面说明得到的结论 就是中国已经取得台湾的主权 维持现状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我这边也必须要一再的强调 中国取得台湾的领域主权 台湾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这个不是我本人 当然也不是蔡教授 或台湾建国学 或民事电台的主张 这个完全是依照各式各样的 我们一再提出理论事实证据 当然最重要的核心就是 台湾自己的中华民国政府 在宪法 在外交政策 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我们只是把它说出来 告诉各位 并不是我们自我在那边 胡思乱想 主张 对不对 我们都有事实证据 各位都可以去看 维持现状的中华民国宪法 修改以后的征修条文是什么 写什么 我们的外交政策 如果一般人不了解 那请外交部部长或官员站出来讲 是不是主张一个中国 要代表全中国合法政府的外交政策 所以台湾属于中国也是 所有台湾人民主流的民意 被欺骗之下 台湾中华民国政府 自己的主张 人民被欺骗 我们也必须要努力 来解释 告诉台湾人民 要觉醒 了解实际状况 不要再受骗 所以很多人一再告诉我 你 徐教授你主张台湾独立建国就好了 讲建国就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再加上一句说 台湾现状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在这里必须要说明清楚 我没有必要主张台湾属于中国 我只是指出来 台湾属于中国这个事实是 台湾人纳税 台湾人选举投票 所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 所主张的 大多数台湾人民 因为这样被骗 而继续维持现状的结果 台湾就是属于中国 所以为什么说维持现状 台湾是属于中国 这个就是在最致命的原因 就是台湾自己形成的内部主张 我一再指出 中华民国的外交部 还是主张一个中国 而且主张 中华民国在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我们的外交政策这样的主张 所以当然会断交 会越来越孤立在国际社会 那这个就是很清楚 今天在台湾 最近大家都在调查台北市的选举 在台北市主张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中国国民党 有40%支持 主张台湾人跟中国人都是一家人 大家要和好在一起 两岸一家亲的柯文哲 有40% 所以在台北市就有80%的人 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那怎么会台湾不属于中国 怎么会台湾跟中国是 不同的两个国家呢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主张 跟中国不一样的两国论 在台北市竟然有80%的人 不弄不清楚 还同意台湾跟中国是一个中国之下的两个地区 那这个都是很清楚的 大家必须要思考 不能再继续这样模糊下去 政治人物特别要站出来说明清楚 告诉台湾人民事实真相是什么 谢谢薛老师 薛老师谈得很好 就是说建国其实不需要先证明台湾的法地位未定 或者台湾不属于中国才能建国 我们翻开各国 世界各国的建国史上 并没有这一个 并不需要先去主张 或者去否定什么是不属于哪一国 才能宣布独立 好的各位观众 更多精彩的详细的内容 我们下周请持续锁定我们 民事台湾学堂 台湾建国学 各位观众再见 薛老师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